美国人对于这个假S1N1啊 说怎么这么不太当回事呢 他那个什么橄榄球啊篮球啊 头那么多人及万人乌洋乌洋的进去 也不戴口罩 当时在美国已经 现在出事了 现在终于你看到没有 奥巴马下达了紧急命令 美国已经死了1000个了 全世界已经死了5000个了 对 猪流感 文道算是幸存者吗 你一个猪流感呢 咱们节目有当事人了 它猪流感现在刚好是吗 也好了一阵子 但是有并发一个气管炎 现在就慢慢来 你正好给我们讲一下 这猪流感到底可怕不可怕 也不是太可怕 但是问题就是说 它是比较麻烦 就是你不好好休息 一个礼拜还真不容易好 就它比较难好 而且它是有固定症状 就比如说绝大部分人啊 都是一开始是喉咙痛 喉咙痒痒 然后跟着咳 然后跟着再接下来 都是这样的 它的顺序都很固定 然后跟着腰栓被痛 跟着发烧 跟着发高烧 而这一切都是几小时之内 就急剧的那么转叉 就你从一开始感到喉咙一样 到你发高烧 那可能只是几个钟头的事 啊 它很急 但是你就说 我又听到一种说法 说没事 就死的人很少 对 的确啊 因为其实你如果真的讲死人的话 平常感爆流感也都死人 而且死的人数据说不定比这个假新鸟 还多 而它被重视并不是因为它死亡率高 它被重视是因为它是一种非常新的 从猪跟蝇鸟身上混合出来的流感 而这种流感呢 它还没有固定下来 就是说它这个变化 现在已经有疫苗了吗 现在北京都已经给学生都给它疫苗了吗 为什么呢 因为它这个病毒还在变 还在洗牌 它里面的基因 所以你你这个疫苗能够抓得住它吗 这是很大的问题 我跟你讲 现在这个包括美国有这问题 奥巴马为什么下达这个命令 就是说它是为了一旦爆发了大规模的严重情况 政府各级部门之间办事效率更容易 所以发布紧急命令 现在都在准备疫苗 生产能力不够啊 但是呢 中国也是这个问题 也就正在准备 因为是两个 到冬天了嘛 现在发现的是两个高潮 一个是季节性流感 一个是这个H甲型什么是H1 一起来 一起来 但是你看中国现在很多人啊 不要打疫苗 因为他担心本来没事 谁知道这疫苗有什么问题啊 你知道吗 他有点信不过 现在处于这么一情况 徐老师你觉得 他们觉得说 为什么美国政府对这个事的反应 到现在才想紧急命令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件事情开始是中国重视的比较厉害 中国呢 因为SARS的时候 SARS的时候很成功 SARS的时候 处理SARS的危机呢 是现在这一届的中国政府的 碰到的第一个的大考验 而且很成功 也是